大家好 我是小琴 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 自己的大事 财尔摩斯大学现在正在面临经济危机 它打算通过裁减人员来降低人工成本 那我不知道在财尔摩斯大学读博士或者研究生的会不会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在几天之内连续报夹警五次 他通过发邮件或者打电话告诉别人某某城市的市政厅要被炸掉了 让大家赶紧跑 那由于他耍了警察五次 所以他现在被逮捕了 而且还被要求罚款二十万 因为每次他与报警都有警力要出动 所以他必须为这些警力的成本来付出赔偿 那无独有偶在挪威仅仅两周之内 他们就接到了一百九十次枪击威胁的报警电话 那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这种依然是虚假的报警 在挪威 一位十八岁的少年 他想不开要自杀 结果他就冲向了出租车 结果他自己倒没啥事 但是出租车的司机受了重伤 而且失忆了 那出租车上的乘客也受了伤 不分失忆 那现在检察官就起诉这位十八岁的少年 指控他谋杀未遂 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冲向出租车这种行为会导致别人死亡 但是他依然选择这么做 所以指控他谋杀未遂 如果人死了 就要控告他谋杀罪 那如果两个人都死了 那就要控告他双重谋杀 但是法院并不支持检察官的起诉 最终他被判有严重身体伤害罪 敦五年监狱 并且罚款三十万挪威克朗 相信每家人家家里都有点过期的药 你是打算扔了吗 那挪威的医生说 挪威每年要扔掉近六百吨的药品 价值超过五亿 造成巨大的浪费 也不环保 那些医生说 其实有一些过期的药吃了没什么事 比方说头疼药啊 或者说咳嗽药片之类的 一般而言呢 标一个保质期主要就是指 药物的有效成分会随着时间而降低 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个药是有毒的 最多就是效果低一点而已 所以他们认为吃点过期药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他们同时警告说 并不是所有的过期药都可以吃的 比方说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 或者说治疗心脏的一些硝酸甘油之类的 因为如果他们的成分失效 那就会导致摄入量不足 反而会有生命的危险 而且已经打开过的眼药水 也请大家不要低 因为打开过之后里面会有细菌 这对眼睛也不好 那听完之后呢 大家还会尝试为了环保而去吃一些过期的药吗 至少我是不会的 因为我的知识不够 不足以去判断哪些药是没有问题的 哪些药过期是可以吃的 这个界限我不知道在哪里 万一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呢 我们必须去用生命冒险吗 有时候啊 我也挺无语 这欧洲啊 什么事情好像都要跟环保扯点关系似的 那样好像才政治正确 环保当然很好 我们是要支持的 但是也不需要事事都扯上关系吧 还有那个著名的瑞典少女 环保行动家Galetta 最近呢 他打算注册自己的商标 就是那个每周五逃课支持环保的行为 因为他说有很多人在冒充他 环境保护这个很好 当然值得支持 但是这个方法 我听上去多少有点假公济私 因为多少学生他都在盼着有一个借口可以逃课 尤其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借口 想游行 为什么不周六搞 一定要周五呢 就算非得周五搞 才能够引起重视 那为什么一定要游行 而不是去做一些实惠的事情 比方说清理一下海洋垃圾 或者说清理一下森林中的塑料垃圾呢 环保是很好的 尤其是一个小姑娘 觉悟比很多人都高 比方说是你 你会为了支持环保而去翘班去游行吗 至少我是不会的 因为我会珍惜这一个工作的机会 而教育资源 对于这些学生而言 它是免费的 所以他们不需要去珍惜 好了 屁话说的太多呢 容易惹麻烦 活到中年 安全第一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的一个恐怖护士 他分别给五个早产儿注射了马飞 那这五个早产儿最小只有一天 最大也只有一个月 医院发现这五个婴儿在同一时间呼吸困难 那有个医务工作者就非常警惕 赶紧给这些婴儿检查 化验他们的尿液之后发现其中都含有马飞的成分 然后这个医务工作者就立即报警 警方就展开搜查 结果在一个护士的衣柜里面 发现了一个针筒 里面含有母乳以及马飞 那目前警方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个护士要这么做 我是小琴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或者瑞典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生活的小事情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意见 可以给我留言 另外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在翻译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 请大家指教 谢谢